並不會有防彈功能 引起了蔡英文辦公室的質疑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四處走偷偷拼總統大選 國安局已經擬定安危5號計畫 等候選人登記後 包括車輛和人員都會進駐 可是現在卻傳出碍於經費不足 蔡英文的特勤車輛 不會和尋求連任的馬總統一樣 有防彈功能 我們的辦公室會持續的 跟國安單位來討論 我們也希望務必在整個選戰期間 能夠有足夠的防固 不要發生不安 平等的對待本來就是一個基本的 國安局透過特定媒體 來放出這樣的訊息 說實在我們不理解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子做 候選人的大意應該是相同 相信國安單位應該會有準備 蔡英文辦公室口徑一致 希望獲得公平對待 即使歷史大選 包括連宋沛 常昌配都沒有提供防彈的坐車 但五都選舉 西北市的那一槍 還是讓在野黨擔憂 連五都選舉都會跑出子彈了 那總統大選那是不是要更為警惕 國安局不必為了他的預算故意放話 國安局還沒坐總統 他坐的車也不是防彈車 我想這個是有點牽強 那你這樣子如果現在只是兩組 如果萬一十組人出來選 我們是不是要十組的防彈車 防彈坐車話題成為政壇關注焦點 官局發布聲明強調會依法行政 對各組政府總統候選人的為安都一視同仁 絕不會有差別待遇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